好的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条的内容 模板支架和拱架的设计 制作安装与拆除 那我们说在这里 对于通用施工模板说白了 我们经常说什么 施工东东经常叫织盒子 那在这里我们说 在这里做一个模子 做一个盒子 后期我们胶筑混凝土 混凝土让它能够在这个盒子上 成型 对吧 那当然模板我们要稳当 那模板如果说这块高处 我们还有下边的支架 支架也得稳当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就是 相应的模子 还有我们这些支架拱架 它的一些要求 设计制作安装和拆除 那我们看第一点 模板支架拱架的设计与验算 那对于我们说 这些模板支架 它是不是永久结构呢 并不是 它是为了让我们结构成型 而专门设置到这种 模板和下边的支撑支架 所以关于这些结构 我们后期还得拆除 那我们得考虑 你这块不能太复杂 而且你又得保证 它是稳当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要求 它应该是 结构简单 制作与拆装要方便 那根据施工过程中 各种控制工况进行设计 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刚度和稳定性 那也就是说 根据我们说 总体的这个要求 简单 安拆方便 那根据现场的 现场的条件啊 环境来进行设计 满足 你在进行安装的时候 安装完成 胶筑混击土 你这块是稳当的 不会发生垮塌 不会发生危险 所以它应具有足够的 承载能力 刚度和稳定性 那我们经常在 施工的时候说 你这个模板支架 要稳当 我们经常说到三点 这三点是 强度 刚度 和稳定性 强度 刚度 稳定性 或者我们说成 承载能力 刚度 和稳定性 那能够承受 我们各种 喝载的加持作用下 它不会发生破坏 那 刚度 则是 当它承受 喝载的作用下 它不会发生 弹性 变形 而造成的 破坏 那稳定性 它不会发生 垮塌 所以在这一块 这三个非常重要 我也希望 大家在这里 有一个思维定势 但凡说到模板支架 拱架 我们脑子里就得想到 强度 刚度 稳定性 或者叫承载能力 刚度 和稳定性 那我们后续 还要说到这些点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并根据工程结构形式 设计跨境 贺载 地基的类别 施工方法 施工设备和材料 供应等条件 及有关标准 来进行施工设计 来满足我们进行 结构施工的要求 这是对于它的一个 最开始的要求 当然我们说 关于这个模板支架 拱架 我们需要进行计算的时候 都计算哪些东西 我们要验算什么东西 好 我们看一看这一块 模板支架拱架 的一个核载组合 那关于这个核载组合 我们涉及到 不同位置 不同结构的这个模板 它承受的核载组合 是不同的 那我们主要是 以计算强度 和验算刚度 作为两个计算点 那所谓的计算强度 这个强度是什么呀 强度是 抵抗它破坏的能力 它在承受核载的动力下 它不会发生破坏 那刚度刚才说了 就是它在承受核载的时候 抵抗弹性变形 那我们看一看 这两个计算和验算的内容 我们针对的位置模板等 那我们看 首先是两板和拱的底模 及支撑板 拱架支架的 那说到这个底模 底部位置模板 对吧 那我们再看 原石人行道 栏杆柱 两板拱等侧模 这说的是侧模板 那基础蹲台等 大厚结构物的侧模板 那我们看这里两个下边的都是侧模板 上面是顶模底模板 那这个侧模板 针对呢 你看人行道啊 栏杆等等 这是小结构的侧模板 而对于我们这一块 基础啊 蹲台 大体积 大结构的侧模板 所以在这里有一定的区别 那好了 我们对于它这个位置要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它具体计算哪些东西 计算强度 验算刚度内容 那首先看关于底模 还有模板支架 相应的 哎 计算强度 一二三四七八 都有哪些像 我们看一看这里边 这些组合都有哪些 首先 模板拱架和支架的自重 然后 新胶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或乌宫气体结构的自重 哎 这说到什么呀 这个说到的就是 所有它这里边涉及到的这些结构啊 还有我们涉及到模板支架什么呀 这叫做自重 对吧 自重 那好 我们说现在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底模 我们简单给大家画一个示意 我们看 要做这么一个结构 那做这个结构的话 我们需要涉及到有什么呀 它有侧模板 对吧 它有底模板 好 这是侧模板 这是什么呀 这是底模板 那这个结构 如果说这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高处的结构 那我们说下部 它还有相应的什么呀 下部还有相应的支架 对吧 那当然这个支架形式 哎 在这里给大家画简略图 那这个支架 它要搭在哪 支架要搭在一个坚实的地基之上 那这块是我们的地基础 对吧 地基础有了 支架有了 我们侧模有了 还有我们的底模有了 我们现在说到的是第一个关于底模的问题 也就是这块那 那它承受的 我们刚才说 模板支架拱架的自重 以及新交混凝土 我们后期在这里交出混凝土 交出混凝土 对它的贺载 这都是什么呀 首先第一个叫做自重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 123478吗 施工人员 及施工材料 机具 行走运输 或者是堆放的贺载 以及震倒混凝土时的贺载 那这块又说的是什么呀 这块说的就是 在我们进行这部分混凝土 交注的过程中 给它施加的一些什么呀 动贺载 施加的一些动贺载 那我问大家 这个动贺载 是不是一直有呢 并不是 这个动贺载 仅在什么时候 仅在施工的时候 它仅在施工的过程中才有 对吧 那我们说 对于自重的这些贺载 它是不是一直有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 本来就是施工 所以它第一开始 这些东西要一直有 对吧 好 那我们1234知道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56 那先交混凝土 对侧面模板的压力 然后倾倒混凝土 产生的水平冲击力 那我们看 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呀 现在说的是底膜 所以这块对于水平方向的冲击力 以及侧面板冲击力考虑吗 不考虑 所以我们这块 1234没有56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七万 水中的贺载 水流 波浪力啊 冲击力啊 等等 那这块这是什么呀 这是水中的一些贺载 对吧 那还有其他贺载 什么风雨雪呀 冬期施工保温设施等贺载呀 那这是什么呀 这两个都是外部的其他贺载 我们可以想象成什么呀 可以想象成自然 自然贺载 好了 那我们说通过这里我们看到了 原来这个底膜 它要计算强度的时候 我们得考虑的因素包括什么呀 包括我们自重的贺载 以及包括我们施工过程中的动贺载 以及我们涉及到的这些自然贺载 这组成了我们底膜计算强度的这几个数值内容 对吧 那好 我们说计算强度知道了 我们再看验算刚度 那对于验算刚度刚才说到了 是看它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 那这里主要针对的就是 我们施工完成之后 它这个结构 它在承受的这些贺载动力下 抵抗变形能力 那这块我们考虑 有一二这是什么呀 有自重 有七八 有自然 因为这块它一直会对它施加的 那唯独没有什么呀 唯独没有我们刚才所说的动贺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焦筑完成了 这些动贺载已经没有施加了 因为这个过程是在施工中才有的是动贺载 好 那我们可以考虑 原来计算强度的时候 我们需要自重自然和动贺载 而验算刚度的时候 只有自重和自然 没有动贺载 好 那这是对于底膜 尤其是底膜 涉及到内容是最多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相对的这个侧模板 那侧模板 我在这里把这一种小结构的 我认为这块叫什么 给它起个名叫做小侧 那对于大型的这块 我给它起个名叫什么 叫大侧 好了 我们有了这个外号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小侧模 它计算强度包括四和五 第五点是什么 新焦混凝土 对侧面模板的压力 这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 在我们胶着混凝土的时候 哎 把这个混凝土 胶住这儿 混凝土还没有凝固的时候 是不是 它会对于我们这个 模侧模板 有一顿这种液体的施加的压力 好 这块就是我们新焦混凝土 对侧面模板的一个压力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对于震导混凝土的一个贺载 那震导混凝土 是不是我们施工过程中 哎 在你这儿震导混凝土的时候 是不是会对它造成一定的震动 可能会对我们侧面板有一定的贺载 好 我们是对于小侧里边有 一个是冻贺载 一个是混凝土 给它带来的这种 侧模板的一个压力 对吧 好 这是这一块 那我们再看 关于验算刚度 是不是你这个混凝土 它还没凝固前 一直会对它有压力 而我们说 对于验算刚度 我们还我们还考虑不考虑动核载呢 不考虑 所以它没有这个次了 对吧 那接下来 我们这是对于小侧的一个计算 那我们再看大侧 对于大侧来说 哎 大体的结构的模板 那大体的结构 哎 我们涉及到它的模板面积比较大 所以承受贺载的时候 冲击力啊 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看这里包括了油 哎 混凝土对侧面模板的一个压力 跟我们刚才这个小侧的原理是一样的 对吧 那第六个 倾倒混凝土时产生的水平冲击贺载 那也就是说 在交出混凝土的过程中 哎 这个混凝土啊 唰就流过来 唰就往这过 尤其是我们这个使用的什么呀 使用的是这个 哎 蹦车 蹦车 在进行 蹦送混凝土的时候 对它进行有这种水平方向的冲击 这也属于什么 这也属于我们这种动贺载的范畴 对吧 所以在这里 我们这个大模板 要考虑这块 那我们有老铁说你这个大模板就不考虑这种 哎 混凝土震倒的时候的这种核载的吗 因为涉及到模板太大 混凝土量太大 对于震倒这块 我们可以忽略 那还有它验算刚度的时候 我们依旧是 哎 混凝土对侧面模板的一个压力 不考虑什么呀 不考虑这个动核载的一个因素了 所以在这儿涉及到 哎 我们这一个大侧膜 哎 它的计算强度和验算刚度 我们也就清楚 好 那说到这里 我们关于这个内容 哎 组合的内容 我们无论一件还是二件 那我们都曾考察过 而且经常会以什么呀 选择和按例题的形式出现 那是考选择 好了 我们有一定的这种 哎 选择的这种蒙的概率 我们能够进行 哎 蒙选 那你对于按例题来说 如果让你写出这些贺载的名称 让你哎 给出一个侧膜 一个侧膜 一个底膜 好了 让你把这些贺载的名称写出来 你能不能写出来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写出来 当然在这里 需要大家记住的内容是什么呀 哎 通过这几个方面 一个是自重 一个是动核 还有一个是自然 通过我刚才给大家的分析 希望能够把这个表格 作为一个重点知识点 来进行记忆 我们属于高频重点的知识点 我们考试 选择案例 均可出题 好 这是这一点 那当然了 我在这里 又给大家找了一个图片 那这个图片 主要针对就是 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 哎 画的这个示意 我们看 这个图中给我们展示 是一个相良的这种支架法 施工 下部有坚实的基础 有 然后我们有相应的支架 支架下部还有什么 还有电板的 对吧 保证稳定 然后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相良的结构 空心相良的位置 从这可以看到 这是模板 是底模 然后这里有两侧的侧模板 然后有什么呀 还有我们的一元板 模板的 哎 侧模板 好 这是我们这块的模板示意 那 涉及到我们这块属于什么呀 属于底模 再加上小侧模 对吧 那我们看 这个图中 则涉及到 哎 现实中的内容 我们看 这就是现实中的 哎 这个现胶相良的现场 那当然 我们说 这块给大家展示这个图 这底下并不是我们这种支架 而是在我们桥墩上进行的拖架 这块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可以看 哎 上面这就是我们的模板 底模 侧模 一元板 模板 那下边的支架呢 哎 我们涉及到 哎 如这个图所示 就是我们满堂支架 施工的内容 哎 现场 如这个图 你想 我们要后期 要在这交出混定度 你下面一定要稳当 你要不稳当 它就很危险了 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 要计算强度 验算刚度 和稳定性 对吧 那所以在这 需要注意这几个点 那我们接下来 再看第三点 验算模板支架 和孔架的 抗轻浮稳定性时 哎 各施工阶段的 稳定系数 均不得小于1.3 这里说到了 刚才说 哎 计算强度 验算刚度 和稳定性 抗轻浮性 那好了 在这里 它的一个 哎 抗轻浮稳定性 我们要求各施工阶段 稳定系数 不得小于1.3 这是这个数值 那 只有达到这个数值 我们才能保证 我们整个施工的时候 它的一个支架的 安全和稳定 好 这是这块 涉及到我们的 模板支架和拱架 它的这些 设计的计算验算 那我需要 大家要牢记的内容 包括刚才所说的 哎 涉及到思维定式 计算强度 刚度 稳定性 对吧 那承载能力 刚度 稳定性 对吧 那我们说 验算什么呀 验算我们的 抗轻浮的稳定性 那我们说 计算强度 验算刚度 里边那个表格的内容 你要作为 选择题 案例题 都能够OK的一个支点 来进行 那我们再看第四点 验算模板支架 和拱架的刚度时 其变形值 不得超过以下的规定 关于刚度 刚才也说到了 是抵抗它 弹性变形的能力 那所以说 当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变形 它可能会发生什么 发生素性变形 它就不会说 再回过来了 那就是变成非弹性变形了 那所以说 它这里有个限制 那在这限制 我们经常以模板的 脑度来进行 一个标准 那说到脑度 我们先不看具体数值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在这里涉及到 我们一个 结构 比如说我们的两板 或者说我们所说 这个模板支架 它在受到 贺载的作用下 两侧有支撑的情况下 我们想 它受到贺载 它会出现什么 它会向下弯曲 对吧 那向下弯曲 又不至于 它会发生断裂 或者是发生 直接的一个弯折 那在这块 产生的这个 向下的弯曲 在这块 就叫做脑度 那在这里 我们看 这个板 受到贺载作用下 它向下弯曲了 那弯曲之后 我们看 和原来没弯曲的时候 向下产生的这个弯曲 下来这个距离 就是我们所说的毛利 好了 有了这个前提知识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 具体的数字性内容 结果表面 外露的模板 挠度为模板 构件跨度的四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 如果是外部的 我们的跨度多少 在这里 如果说是四百米 这当然夸张了 四百米的话 它的挠度是一米 四百分之一 结构表面 隐蔽的模板 挠度为模板 处件跨度的二百五十分之一 那刚才在这说的是 外露的模板 比如说我们外边 这个底膜等等 对吧 那如果说这个隐蔽的模板 我们可以想象到 它可能是心膜内膜的 对吧 那相应的 它的一个跨度小一些 对吧 它的挠度变得变化小一些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 拱架和支架受载后 挠取的这个杆件 它的一个弹性挠度为 相应结构跨度的四百分之一 也是四百分之一杆件的 对吧 钢膜板的面板变形值为 1.5毫米 说到的就是我们定型的钢膜 它在受力动下 模板变形 它这个变形最小 1.5毫米 不要再超过1.5毫米了 对吧 第五个 钢膜板的钢能 助估变形值为 五百分之L和五百分之B 那在这说的是定型的 这个钢膜 我们看 本想啊 一个钢膜板 我们说这一钢膜板 它就是一钢板啊 对吧 那你受力作用下 它会发生弯曲啊 那所以模板的时候 不是说单纯的 就往这忽一个模板 忽一个钢板 哎 忽一个片子就行 那我们这个钢 钢模板是定型的 需要定制的 我们看 下巴这是一个钢片子 对吧 那我们还有这些钢膜 增加它的钢度 所以在这块 关于这里 它的一个变形 如果说是钢膜 哎 这钢膜 它的一个变形 变形值为 五百分之L L是计算跨度 那如果说 涉及到是我们这种 柱孤 什么叫柱孤 柱子的孤锦 那我们说 这块不是钢筋 其实就是 如果说我们这个 模板形式是这样 对吧 那模板形式这块 这外侧 这都是模板 对不对 那都是模板 那我们说 在外边 钢入它这个 哎 防止模板出现 胀裂的 哎 这块 要求它的变形 五百分之 B 哎 柱子宽度 那往往我们说 柱子宽度 往往我们这种 巨型柱 方形柱 比较多 对吧 所以在这里 宽度来设计 好 这些内容 单纯的数字性内容 相对考评 比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种计算强度 钢度要低一些 但是也要知道 好 就是这点 我们再看第五个 模板支架和拱架设计中 应设置 预拱度 施工预拱度 考虑的因素 好了 说到预拱度 那我们刚才刚说到 关于挠度的问题 当它在自重的作用下 以及喝载的作用下 都可能会产生这个挠度 对吧 那这个挠度 我们想 你还没有给它 浇住混凝土 如果模板自身的自重下 它就产生这个挠度 那我们再浇住 混凝土 是不是这个挠度 可能会变得越大 那变得越大 是不是变得越危险 来 这一点想象到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这块 它说施工预拱度 那说了这个施工预拱度 也就是说 哎 我们想这个结构 如果说直的 OK 那浇住混凝土 它不变 OK 那如果说浇住完混凝土 它发生了这种向下的变形 符合要求 没有达到限制 也OK 那如果说超过了 那就危险了 所以我们想象 如果说要保证 哎 我们说在这是直的 当它浇住混凝土的时候 它出现这个挠度 我们不让它出现挠度 我们提前在浇住之前 把它设置成一个向上弯曲的 好 向上弯曲之后 再给它进行贺载作用一下 哎 它可能就直了 而不是向下搭了 对吧 所以在这我们说 这块给它设置的 叫做预拱度 预拱度 提前给它做了一个向上的拱度 对吧 好 知道这个预拱度的作用之后 接下来我们的考虑 哎 施工预拱度应考虑的因素 要设置这个预拱度考虑因素 几个因素 四个因素 第一个 设计文件规定的结构预拱度 也就是说 我们浇住这个混凝土结构 这个结构 它可能会 已经设置出这个预拱度了 哎 已经有了 这块要考虑到 结构预拱度是哪设计的 第二个 支架和拱架承受全部贺载 引起的弹性变形 那弹性变形 也就是 当我们给它施加贺载的时候 它会发生变形 当我们拿走贺载的时候 它的变形恢复弹性变形 那还有就是 第三点 受载后 由于杆尖接头处挤压和泄落设备压缩 而产生的非弹性变形 那非弹性变形 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弹性变形正好相反 给它施加力 那它发生变形 把力撤走 它还不变形了 那好 这块叫做非弹性变形 那好了 在这里 说到弹性变形 非弹性变形 还有第四点 支架拱架基础受载后的一个成将 注意 它说的是基础 那我们这个支架拱架 它是在我们 涉及到 它直接就在这个地基上 直接所有的地面 直接就放吗 不是吧 我们这个地基要进行处理 我们地基要满足要求 对吧 我们后期还要说到 我们地基的预压 模板支架的预压 对吧 所以在这里 它又说到一个成将 那在这里 关于这四点 我们在2018年广东的考题中 按立体考察 让你进行 写出 我们说 预某度考虑的因素 这四点 字很多 给大家进行一个精简 叫什么 结构 弹变 非弹和沉降 所以在这 涉及到这一块 我们说 结构是什么 涉及要求的结构预估 那在这里 受到贺载的弹性变形 以及我们涉及到 这些感见接头处 压缩造成的 非弹性变形 还有我们说 涉及到 它受载后的 低级沉降 所以在这里 这几个字 结构弹变 非弹沉降 结构弹变 非弹沉降 洗脑的几个字 希望把这个支点掌握 关于这个支点 我们按理题考察过 我们选择题 也可以考察 大家可以进行 相应的对比 好 这是这几点 结构弹变 非弹 对吧 好 我们再看第六点 支架的力杆水平杆 它的一个布局 应根据承受的 贺载确定 其构造要求和简历称 设置应满足 现行的规范标准 那好了 说的这个感觉 它就是说 说白了 实际上 无论你这些东西 满足现行规范标准 那好了 具体规范啥标准啊 他也没说 对吧 那在这里 涉及到这个结构 我也不多说 为什么 在这个内容 在我们施政教材中 讲的很少 所以在这 我希望大家 能够通过这个图 先知道它的位置 然后 我希望大家 可以在课下 看一看资料 那这个资料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 四个相应的规范规程 那这个四个规范规程 我们老太说 你这个教材这么厚 我还看不清呢 你这点 我能看完吗 不是让你全看 这些内容 实际上 我们关于这些规范和规程内容 它都是小本 对吧 它的这个小本版面很小 那里边看内容 可以看一看关于它的什么 第一个 构造要求 第一个构造要求 那在这里 关于我们的 扣件式钢管胶 这架安全规范里边 构造要求 还有我们涉及到 这里边的一个施工要求 那这个施工要求则 包含了相应的安装和拆处 对吧 那第二个规范里边 满塘支架的一个预压技术 那这个预压技术来说 它主要讲的这个预压 那在这里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看 一个是地基的一样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支架的预压 那关于我们这个地基的预压 支架的预压 在这个内容也是篇幅比较少 也就是一两页的内容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课外知识了解 那还有相应的 我们的盘扣式的 这个支架 还有我们的这种 腕扣式的脚手架 这些都主要看什么 主要看我们的构造要求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安装 还有 拆除的内容 涉及到关于这几个资料来说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的看一看 因为在这曾经我们的二键考试过相应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教材也没有 那我们需要可以看一看 作为一个辅助性的资料来看 关于这块 涉及到这几个规范课外资料 不是让大家全看啊 我给大家说的这几个内容可以看一看 其他的不用看 好吧 好 这是这块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道题 这个其实就是之前所说的 关于那道案例题 关于预巩度的内容 对吧 那施工方案一中 拱架施工预巩度的设置 应考虑哪些因素 实际上就是简单题吗 那拱架预巩度 刚才说到什么 说到了这种结构 对吧 还有什么弹 弹性 还有非弹 还有什么 沉浆 对吧 四项直接写出来了 设计规范的结构预巩度 结构 支架拱架承受的全部后来引起的弹变 弹性变形 受载后它的一个非弹 对吧 还有它的地基的沉降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几个洗脑的词汇 把它记住里边具体的内容 做简答 我能写出 做选择 能够判断 好了 就是这个点 好 这是这个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大点 模板支架拱架的一个制作和安装 在2016年考察过案例 我们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 搭设之前预压地基合格形成记录 刚才也说到了 关于预压的内容 刚才看的相应的这个规范 注意 涉及到预压 预压就是预先的给的压实 刚才也说到 我们这个模板支架 不是说随便就放到这个普通土地就OK了 对吧 那得下部的地下 得满足要求 能够承载上面的贺载 你下边不稳 我们的这个支架模板做的再好 也没用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 说到这个预压 首先考虑的不是模板支架预压 模板支架必须考虑到 那我们首先考虑到的应该是地基的预压 好吧 那我们说地基预压不可可 我们没法做支架 第一个 第二个 支架立柱必须落在有足够承载力的地基上 立柱底端必须设电板或混凝土电块 那关于电板和混凝土电块 我们主要考虑的就是 如果你这个支架 它这个钢管 你想不设电板支架的话 你钢管是不是它的节面积很小 那插入到下边 是不是给下部的这个结构的压强很大呀 那容易造成破坏 所以在这给它扩大面积 让它承受荷载的 它这个收链片更大一些 所以我们在支架的最下部 要设置电板或电块 那电块可以使用混凝土的电板 木制的 对吧 那而且要求支架地基严禁背水浸泡 冬期施工必须采用防止动胀的措施 那为了不让它浸泡背水浸泡 我们得考虑 如果下部有水怎么办 把它引跑啊 引跑有什么 有勾啊 那这勾做到排水工 可以看到 我们这通通这是排水钩 对吧 那这个排水钩 把这个水如果有了之后 让它按着坡度 流着这排水钩 流走 而不是浸泡在我们这个地基上 那还有刚才所说 这个支架下部都有什么 都有这种电块 包括我们这个电板等等 对吧 那这是这块 那你想水不排除 冬天有水 然后一冻冰 那就不冻胀了吗 危险 排水钩电板 那我们再看第三点 支架通行孔的两边 加设护装限高架 以及安全警示标志 夜间加设警示灯 施工中 易受漂流物冲撞的河流中 哎 支架应设置牢固的防护设施 主要考虑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 别把我们这个支架给撞了 我们有一些保护措施 护装啊 限高架啊 然后安全警示标志 对吧 那在这我们看 关于这个图中 哎 这个图 我们要做上面结构 这我们有一个门架 对不对 那我们说这里如果说怕这个车辆太高 把它给撞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设计什么 可以看这个图 里边这有什么 限高门架 那这个限高门架设置在哪 它一定设置在来车方向 也就是我们从这可以看到 实际上车辆是从里边往外走的 对不对 那在这里边往外走 只要不高过这块 它一定不会撞到我们这块 对吧 所以在这个限高门架 涉及到它一定是来车方向 那曾经我们有一年的真体中考察 关于我们这个限高门架设置的位置 那设置的位置 一定要考虑到 哎 我们说 它车辆来这 只要不高过限高门架 它就不会撞到我们上面这个支架 所以我们要来车方向 这个图中 对吧 那还有涉及到的一些警示标志啊 标语啊等等 都需要背齐 那还有 如果说这种河流里边 我们有相应的护装 别有船只直接撞到我们支架上 而有这个护装 先撞到护装 它能抵挡住一部分 对吧 好 就是这块 实际上原理很简单 主要是能够想到这几个点 以及如果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考虑的一些发散性内容 这块能想到这个点 对吧 好 我们再看第四个 安设支架拱架的过程中 应随安装 随架设临时的支撑 采用多层支撑时 支架的电板应水平 立柱应牵直 上下层立柱应同一支线 那其实说白了就是 哎 我们说在这架设这个钢管 你想这个钢管 我们要求 如果说架的很高 对吧 架的很高 那我们钢管 它一个长度都有限 那你想 我们说这个钢管和这个钢管接长应该怎么接 是这样接吧 那我们通过盘扣吧 碗扣吧 等等 我们通过一些符合规范要求 给它接起来 我们说这里边有插销等等 那你说我在这接的时候 我这个钢管这样 我在这 我通过我们的这种扣件 我这样接行不行 不行 注意我们上下钢管 中心要在一个线上 就是这一块 而且要求下部平整 下边要电放 我们的电块 对不对 很明显 所以在这里 电板水平 立柱 牵直 我们的接头的位置 应该是中心线 同一中心线 不得像我刚才所画的 我们这个钢管和这个钢管 我们通过扣件这么一连 没有在重新的 中心的 不行 我们需要有专门的 中间的这种插销 然后我们使用专门这些 盘扣啊 碗扣啊 扣件等等 对吧 好 我们再看第五个 施工脚手架 便桥 需设独立的支撑体系 不得与支架或拱架 共用同一的支撑体系 那我们说这块说到什么 脚手架 便桥 那说到脚手架 便桥 是什么呀 也就是我们人员上下 以及我们涉及到的这些 小型的物资的短距离水平运送 哎 我们施工脚手架 但注意 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架模板 它是什么 它是进行我们结构施工的这个支撑体系 所以这是两个支撑体系 注意这两个支撑体系都要独立 不能连在一起考虑的问题 第一点 哎 我们施工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的脚手架出现了这种垮塌 是不是如果连在一起 是不是直接带倒我们的支架 那带倒支架是不是造成的危险更大 第一点 那我们反向 第二点 如果支架体系它出现了问题 它如果和我们的脚手架连在一起 是不是它出现问题 脚手架也就被连带出现问题 所以在这里要求独立 我们的案例题可考 选择题可考 这点 就这一句话就很好 对吧 第六个 钢管满堂支架搭设完毕之后 应按要求预压支架合格并形成记录 好了 刚才我们说的什么 在你安装支架之前 地基要先进行预压 那地基预压完成之后 OK了 我们安装支架 那我们说支架也要进行预压 而且我们要求 在你预压的时候是分单元进行阶段性预压 那往往我们支架预压 要求按照我们单元贺载的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一百逐级进行预压的 而不是说直接把贺载就堆上去了 那当然使用的贺载我们可以采用的形式很多 哎 第一个图 这是什么 沙包 哎 这个沙袋里边放了沙子 这个袋子堆起来 预压模板 是这样 那我们第二个水囊或者水袋 这里边直接灌了水 把它压上去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混凝土块 那我们说沙包水袋混凝土块 哎 这都是我们的预压材料 那在这里涉及到关于刚才所说的这个阶段性预压三个阶段 实际上这个内容教材也没有 但是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关于我们的这个模板支架的一个预压的这个规程规范里边 包含这个内容 所以在这里 希望大家有时间还是可以看一看 毕竟咱们现在是初级的学习阶段 这一块学习的时候就需要稳扎稳打 学的时候细细 对吧 好 这是这一点 我们再看第七点 支架拱架安装完毕 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安装模板 那安装模板应与钢筋施工配合进行 在这这句话 我画出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并不是说他考这个 这块主要是理解 理解是什么意思 我们有很多老铁学过一件 学过二件 可能说你这个施工的时候 你这个施工流程 这个施工流程写的是 先施工钢筋 再施工模板 那个流程写的是 先施工模板 再施工工 在这有没有一个定论 没有定论 注意 关于这个点 主要考虑的就是 在你施工的时候的一个方便情况 那你如果施工 打个比方 我们说 关于你这个概量施工 你是先做底板 模板 再进行钢筋绑扎 还是先进行钢筋绑扎 再进行模板施工 注意 我们的过程是 先做了桥墩之后 然后做底模 做了底模之后 在底模上安装钢筋 安装完钢筋之后 我们再做侧模 你说到底是谁先干 谁后干 其实这块是配合的 底模 钢筋 又侧模 对吧 这个是相互配合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给大家说通这个道理 不要死脑筋 说到 他要么先干钢筋 再干模板 对吧 要么就是先模板 再钢筋 配合就行 这块有一个理解 第二个 妨碍这个绑扎钢筋的模板 应在钢筋工 施工完毕后 再安装 那安装 蹲台模板时 底部应与基础 预埋件连接牢固 上部应用 拉杆固定 模板在安装过程中 必须设置防轻负的一个设施 那在这 说到这块 关于蹲台模板 那对于蹲台模板而言 我们尤其是这种大型的蹲台 比如重力式桥墩 那重力式桥墩 它涉及到 它的结构断面很大 它受力很大 那我们说 它的一个模板也很大 对吧 那模板本身 你这个模板要稳固 在这看 这个图中 这是我们一个重力式的 一个桥墩的模板 那这个模板 在我们成台上支射 那成台上可能会预留一些 相应的预埋件 让我们安装模板的时候 能够进行一个加固 保证它施工的过程中 胶筑混凝度过程中 不会发生胀膜啊 青岛等问题 那我们说 在这 连接固固 然后上面还可以使用 这种拉杆固定啊 那模板安装的过程中 必须设置防青岛的 比如说我们设计到 哎 我们有相应的 这种注视桥墩 这种比较高的 那比较高的话 我们有一些 相应的这种支撑啊 等等 对吧 那这块 防青岛 防止发生这种 跨塌等危险 对吧 就是这一点 我们再看第八点 模板与混凝土接触面 应平整 接缝严密 钢矿 胶合板 它的一个模板组配 它的面板 一采用错缝不止 那说到这一点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得了 涉及到我们这种 叫做胶合板 钢矿胶合板 实际上就是 我们这个板面 不是我们的定型的 钢膜了 而是我们这种胶合板 而我们的矿 使用的是 矫铁加固的 那这种模板 相应来说 比我们单纯的这种胶合板 它的利用率高 它的这种破坏程度 要小一些 我们可以反复使用 更多次 对吧 那在这里涉及到 它的一个板面组合 以采用错缝不止 还有一个安装板面的 组合 在这简单了解 不是重点的用 好 我们再看下一点 第九个 充气胶囊 作为空心构件的 一个新模 应符合下列规定 那关于这块 说的是 空心构件新模 也就是内模 对吧 那我们说 经常是这种空心板 里边有这个空心的位置 那空心的位置 胶住混凝土 得拿东西 把它给站住 作为一个新模 那我们经常使用的是 这种气囊的 或者是我们使用这种 定型的这种钢膜 都可能 那在这 关于气囊 原理很简单 这里边就是 使用的这么一个 塑料的气囊 往里边打气 保证气压 在胶住混凝土的时候 它不发生变形 那在这里 当我们混凝土强动板 都要求 把它放气 再抽出来 OK 就是这原理 我们2018年考察这个点 我们看看内容 胶囊在使用前 应检查 确认无漏气 那这个内容 不用解释 漏气了就没法用 对吧 第二个 从胶住混凝土到气囊 放气为止 应保持气压稳定 因为 我们考虑到 当你胶住混凝土的过程中 你这个气压不稳定 那它别了 是不是我们可能 混凝土胶住的时候 比我们要原来 计算的这个混凝土量 要胶住多呀 那它因为截面 都变大了 对吧 所以在这里 气压要保持稳定 第三个 使用胶囊内模式 应采用的是定位的 骨筋与模板连接 牢固 防止上浮和偏移 注意这一点 这点说的什么意思 我们简单的话 这是给大家画一个 简单的是一个 空心板上的一个断面 那这个空心板上的断面 我们说在这儿涉及到中间有空心的胶囊 气囊 我们说在胶住混凝土 如果没有固定 直接往这儿胶住 混凝土不断在这儿胶住 不断胶住 那胶住的时候 是不是它可能会发生上浮啊 那发生上浮 比如说它浮到这个位置 那是不是它的位置就变了 下部变厚 上部变薄 对吧 所以在这儿 关于这个气囊 我们要把它固定住 咱们固定 我们使用相应的钢筋固定 注意我们这个固定的钢筋 应该与什么 与模板连接固定 方置上部 而不是我们这个固定 把我们这个固定和这个气囊 安在一起 我们说在这儿 这个固定钢筋和我们的模板 比如说侧膜啊 B膜啊 这块连接牢固 注意啊 这是这块 那方置上部 第四个 胶囊放弃时间应考虑 根据什么 试验确定 混凝土强度达的要求 保证你在放弃的时候 它不发生变形 那其实就是我们拆模呗 对吧 这个四个点 我们能够做多判断 其实内容也很简单 2018年的考题 我们看看 采用充气胶囊做空心 构架 新模式 下列说法 注意正确的是 A 胶囊使用前经检查 确认无漏气 没问题 B 从胶筑混凝土到胶囊 放弃为止 应保持气压稳定 没问题 第三个 使用胶囊内模式 不应固定其位置 刚才说到 固定位置 不固定位置 它干什么 上浮了 不 D 胶囊放弃时间 应经试验确定 试验确定 对吧 E 胶囊放弃时间 以混凝土强度达到 保持构件 不变形为度 那我们说 在这 此时就是说的 拆模 那我们说 正确的 除了C 设计都对 对吧 ABD 这就是刚才 说的这个 之前 当年的考点 对吧 我们再看下一点 胶筑混凝土和 这个气柱前 应对模板支架和拱架 进行检查和验收 合格后 方可进行施工 那这块说的就是 如果胶筑混凝土 我们说 胶筑混凝土之间 一定要干什么 隐蔽验收 那个隐蔽验收 验收是什么 验收的是钢筋 但是需要注意 我们模板 也是需要验收的 不是说 你光验钢筋 它的数量位置尺寸 结构都OK了 那我们模板也要 因为你模板 直接是它的模子 你胶筑完了之后 它的模板 位置不对 它到最后 尺寸结构就不对 你模板 没有加固到位 后期胶筑 就出现危险 所以在这里 我们都要 在胶筑之前 注意啊 胶筑前 模板支架 拱架进行 检查和验收 检查验收 不是我两眼 一看就OK了 那相应的一些 尺寸的一个量取 还有我们相应的 质量检验记录的 一个填写 都要做 对吧 那这块都是我们 到最后的一个 验收资料的一部分了 对吧 所以在这里 相应的检查验收 不要光想着 我们说 胶筑混击组织 之前隐蔽验收 钢筋验收 模板也得验 注意啊 后失控 那我们看 这是我们的相应的 模板支架制作 检验的一个 检验批的一个记录 对吧 是这块 我们再看第十一个 模板工程 及支架体系 施工属于 危险性较大的 分布分项工程 施工前编制 专项方案 那这块内容 实际上在这里 先有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涉及到 关于我们的 这个内容 危险性较大的 分布分项工程 我们需要编制 专项方案 那如果说 超过一定规模的 我们还需要 对这个方案 进行专家论证 那我们 曾经 我给大家编过 相应的这个 弦龙十八掌 关于我们的论证的内容 我们基本上 每年都考察 那这个内容 将会在咱们的第二章 关于施工组设计中 会给大家介绍到 哎 这块 不用多说 涉及到模板工程 先知道 它属于危险性较大的 需要编制专项方案 OK 我们再看 涉及到第三点 模板支架 拱架的一个拆除 那关于拆除而言 我们想 无非就是拆模 你拆模 必须保证 你混准土强度满足要求 它能支出劲啊 它支不出劲 你一拆它就塌了 那不行 那在这要求 符合下来的规定 非承重侧膜 应在混凝土强度 达到保证 棱角不破坏方可拆模 此时注意 它的限定条件 是什么 非承重侧膜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这个结构 我们这不是侧膜吗 这侧膜 当你在胶住 混凝土的时候 对它有侧压力 以及混凝土凝固之前 对它有侧压力 当你凝固之后 它侧膜还受力吗 哎 不受力了 对吧 那此时拆模可以早点拆 但是注意 你拆模的时候 不要拆得过早 你一过早的时候 一拆模夸着掉个脚 那不行 对吧 破坏了结构了 所以在这 冷脚不被破坏 是拆住 注意 这里一个数字性限定 混凝土强度 一达一为2.5兆帕以上 2.5兆帕 给出了一个点 对吧 数字性内容 第二个 新膜和预流孔道内膜 应在混凝土抗压强度 能够保证 表面不发生塌陷 和裂缝石 方可拔住 那还是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哎 我们这个新膜 你如果说 这个强度没有达到要求 你就把它拆了 是不是我们很容易 这块顶部就发生开裂 发生破坏了 那不行 所以在这里 得等到它这个强度 达到一定满足要求 再能开除 对吧 表面不发生 发现和裂缝石 方可拔住 对吧 好 这是这一点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点 江气石混凝土七块 拱桥 拱架的一个泄落 应遵循的规定 那好了 说到了拱桥 那说到了这个拱 那这个拱 我们刚才也说到 它主要承受压力 对吧 那承受压力 在我们的拱桥位置 有水平分离 而且 相应的 我们可以采用这种 抗压能力强的 这种蜈蚣气柱啊 混凝土啊 等等 这些材料 那我们看具体要求 第一个 江气石混凝土七块 拱桥应在沙江强度 达到设计要求 强度后 泄落拱架 然后设计未规定时 强度 沙江强度 达到设计标准 80%以上 好了 给了我们两个信息 第一个 是什么 是它的一个材料 说的是什么 七柱 七块 那七柱七块 说白了就是 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中 这个是一个拱 对不对 那我们说 这个拱 我们使用的是 块石 再加上 使用的是 水泥沙江 然后把它 气住成了一个拱圈 当然 你气住的过程中 你是不是在这 得用下边这个膜 和支架 对吧 那好了 材料有了 那要求是什么 要求是 强度满足 要求是什么强度 是不是 沙江强度 好 材料和这个 那我们说 如果说设计 没要求的时候 我们的 下一个台阶 是什么 达到 沙江强度 达到设计值的 80% 才能泄露下面的拱桥 那好 我们说 这个明确了内容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 我们其实有很多老铁 关于这个拱桥 相应的内容 不是太熟悉 其实在我们的教材中介绍的内容 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在这简单的说一说 我们看 这是拱桥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气柱的拱桥 我们说 它是江气石的气柱 还是我们的其他的这种气柱 无所谓了 那在这气柱 使用的是这种 使用的是石材 加上水平沙江 对吧 通过水平沙江强度来判断 是否能够泄落 对吧 那当然了 在这里我们说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拱圈 对吧 那这个拱圈 我们看 关于这个拱圈 实际上它的位置就是这块位置 但是在拱角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放大角的位置 放大了 那这块叫什么 这个叫做护拱 那这个护拱 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 在我们的拱圈位置起到一个加固稳定的作用 这主要针对的是什么 针对的是我们这种石腹式的拱角 诶 石腹式 腹是什么 腹是肚子 对吧 那腹这块 我们说这里都是被填食的 这属于这种叫做石腹式的拱角 一会儿还会给大家说到空腹式的拱角 那空腹式 你在这块是空的 对吧 好 这是这块 那我们说拱圈有了 护拱有了 我们有很多落线 实际上对于这个护拱和拱圈 它分不太清 对吧 那当然在这 简单知道这个之后 那我们其他涉及到 你这个石腹的事 这块我们还需要干什么 进行填料 那填料上边之后 再进行我们的桥面铺装的施工 那当然我们这个拱桥可以看到 哎 我们涉及到有桥墩呢 这边还有桥台的位置 对吧 就这块 我们简单看了这个处理 一会儿我们接着说别的 我们再看第二点 跨境小于10米的拱桥 意在拱上结构全部完成后 泄露拱架 那也就是说 跨境小于10米 我们看这个拱圈 哎 这是拱 那这块跨境小于10米 那这仅仅是一个拱圈吗 它其实可能还有什么呀 它还可以 哎 上面有这种啊 石腹性的填料啊等等 那在这要求 当小于10米的时候 意在上面全部完成 再把里边这个拱架支架 再卸掉 好了 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 中等跨境 石腹式拱条 意在护拱完成后 泄露拱架 那护拱 刚才是不是说到 在这块啊 那这块说到 中等的石腹式的 哎 护拱完成 泄露拱架 那我们说 当把这个护拱完成之后 再泄露拱架 刚才也说到了 护拱 主要起到了 加固拱角的位置 让它更加问题 对吧 好 这是这块 那第三个 大跨境的空腹式的拱桥 意在 副拱横桥完成 位置 副拱圈的时候 哎 泄露拱 那我们说 在这儿说的是什么 大跨境的 空腹式 刚才说的石腹式 这块石腹 那空腹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的拱圈的位置 哎 这里涉及到 还有其他的小拱 那这些小拱是什么 指的是我们这种 副拱圈 对吧 在这里看 这是我们的典型招住条 这是我们的大主拱圈 那这块 哎 这是空腹式 空的吗 对吧 那空的是 那这里我们说 涉及到这里 副拱横墙 副拱横墙又是啥呀 我们再看这个 哎 关于这里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 这是我们的主拱圈 大拱圈 那这是我们的 空腹式的位置 那这个就叫做 所谓的 副拱横墙 那当然了 涉及到其他的结构 我们说这个 横墙 这是一个墙体 那可以穿过我们整个的一个 桥块结构的一个宽度方向 如果说中间 涉及到 这是空心的 那我们说 副拱固了 对吧 在这里 简单的了解 这是副拱横墙 完成 哎 未砌住 副拱圈的时候 什么副拱圈 这就是副拱圈 没有砌住这个的时候 再进行泄露 哎 说到三种情况 希望大家能够进行区分 那我们知道 哎 竹拱圈 这是空腹式的 这是我副拱横墙 这是我们的 副拱圈 对吧 说到三种情况 能够一一兑现 知道我说的是哪块位置 好 这个点 我们目前还没有考察过 所以在这 我们理解了之后 那可以先看一看 哎 我们到后期 再进行一个学习 第三点 在裸拱状态下 泄露拱架时 应对主拱进行强度 及稳定性的一个验算 并采取必要的稳定措施 那说到了一个 叫做裸拱状态 那所谓的裸拱状态 就是他这个拱做完了之后 上部 上部结构还没有做 对吧 哎 我们说 这就是裸拱 对吧 那此时 如果说 此时我们要泄露这个拱架 这个时候 应对主拱的强度 及稳定性 进行验算 那并采取必要的稳定措施 那这块 上边都还没做 你看 这个位置 实际上就是后期 我们要做 复拱横墙的位置 对不对 是吧 那在这一块 我们说 要泄露它 要等它这个强度 不会要求 当然在这 给大家展现的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所涉及到的 钢筋混凝土的 那我们说 在这里一直说的是什么 一直说的是 浆气石和混凝土 七块的 那以这些图 给大家进行一个 试衣 知道我的意思 好 就这块 那我们再看第三点 模板支架 拱架拆除 应遵循的原则 那这块 涉及到 先支后拆 后支 先拆的原则 这个原则 其实也挺简单的 简单的说 我们看 这是一个支架 对吧 那这个支架 是不是 我们说支架支这么高 这是 比如说这是模板 那哪个先支 是不是这块 下边先支 然后慢慢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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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慢慢做这个 那这叫先支的后拆 为什么 因为它是最下的 那这块是后支的先拆 这块先从上面先拆了 对吧 那从上向下拆 而不是从下向上 那从下向上不傻了吗 对吧 这个明白 那我们再看 支架和拱架的泄落量 应由小见大 循环进行拆除 每一循环中 在横向 应同时泄落 也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要从这 从上往下进行拆除的话 这整层进行 整体的拆除 一层一点一点的循环的 先整体拆除 而不是说 我们拆除这一块 拆除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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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横向的 在同时泄落 在纵向对称均衡的泄落 注意 主要是保证你在泄的时候 虽说你这个模板支架 它是符合要求的 但你泄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 它的一个受力不均 对吧 那简直量连续量的一个模板 应从跨中向支座方向 一次泄落 悬臂量模板 一从悬臂端开始进行 那其实什么意思 在这 比如说这是我们简直量 简直量来说 它要拆模的时候 比如说这下边模板 那我们拆模的时候怎么拆 先拆中间这块模板 然后再拆两侧的这样 从中间向两侧拆 为什么这么拆 其实我们考虑到 在这里 当我们拆模的时候 是不是它的强度 已经满足要求了 它已经支在这受力了 对不对 但是它中间受到 自重的动用下 是不是在中间 有一定的挠度 那有一定挠度 实际上在中间这块 它的受力 还是相对有一些的 那还是有一些 那我们说在这 如果说我们后拆这块 我们先拆了两侧之后 中间这块 它的贺载 我们留的这一块 可能承受不住 对吧 所以在这里 先拆这一刻 再拆两侧 那同理 如果说我们一个悬臂结构 施工 那在这 这个模板支架 那这个模板支架 我们拆出的是 从哪拆 从这悬臂端开始 往这一侧开 同理 跟这原理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再看第四个 余应力混凝度结构 侧门应在 余应力张拉前拆拙 底膜应在结构体系 建立运力后拆 那我们说 在这说到这个模板 拆除是运力内容 因为我们还没有讲运力 对吧 其实我们考虑到就是 当我们这一个构件啊 当受到运力 当你运力施加的时候 把它两侧经张拉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这个 构件 它会出现一些一定的气拱 对吧 那其实在这里 并不影响它的底膜 底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台座 其实不影响 那当我们说 你这个两侧 还有侧门的时候 这个侧门 是不是还还有一个 一定的加紧作用 当你在施加运力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侧门 它可能会抵挡住 一部分运力 那如果说没有拆除 它的这个侧门的话 你进行张拉 虽然你张拉值达到了 这个控制应力 但是其实它的这个模板 它消耗了一部分 本身两体 它没有达到 对吧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求 侧膜在运力张拉前拆除 而底膜应在建立运力后拆除 那实际上底膜 我们对于线雕来说 这个底膜是后拆的 对吧 一个运力施加前 侧膜 运力施加后 底膜 对吧 就是这点 好 那这几里就是我们的 模板相应的内容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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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